黑色轿车打横在国道上 左半车身已经撞烂 挡风玻璃碎裂 安全气囊也爆开 整台车成为一团废铁 而旁边的这台计程车 也好不到哪 车头几乎全毁 驾驶跟乘客通通受伤送医 救护车赶来救援 还好伤者意识都很清楚 只受到轻伤 这些连环车祸 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 183公里处 南豚往王田方向 这辆黑色轿车先是自撞 内侧护栏 后方的车辆来不及闪 擦撞左侧车身 赶紧停靠路肩 驾驶才刚下车 要帮忙指挥交通 一辆计程车又追撞上去 他们在内线就先撞了 我闪不掉 我就我闪过去 可是闪不过 然后就撞上去了 由于当时这个路段没有路灯 驾驶说视线昏暗 根本看不清楚 前方有车子一惊自撞 弟弟已经下到停在路肩了 然后我们要下来说 这起车祸 奏成三台车连环撞满地的零件碎片 还占用三个车道 警方赶紧通知掉车来处理 虽然车子严重回损 还好受伤的四个人 都只受到轻伤 用尽无险 记者零件万里面 槟城寺院台中 采访到